技术在发展,产品也在更新迭代 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切入发展快车道 耀纳今天也有新品第一时间和大家见面 掌声欢迎耀纳科技技术总监郭冠明先生 进行耀纳新品分享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 以及耀纳的手口网,大家稍微好 我是耀纳的技术副总监 就是我叫郭冠明 很高兴能在这次活动 然后在这里发布一款 我们今年新研发的一款舞台 这是我们今年新研发的一款舞台 YS8款这个舞台 这个舞台的话是根据一个市场上一个演出 包括是剧场 现在是要求是越来越高 也是越来越严格的 然后满足一个更高的一个安全系数 包括有时候我们搭建这个舞台 它要求的高度是越来越高的 因为它有不同的一个演区 演出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的舞台会搭的越来越高 有两米高,三米高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这种情况的话 一般在这个行业里面都是 比较大型的一个舞台才会满足到的 这款舞台的话 距离我们上一款研发的YS6 离现在已经是有两年的一个时间 上一款YS6的舞台也是 得到一个市场业认可 这个成绩也是不错的 然后经过这两年 我们新开发了这款YS8款的舞台 是我们公司YS5台系列的第三代 研发的一个舞台产品 这款产品的话 它具有更高一个荷载能力 包括有一个更快的一个安装效率 就是这个样 这个舞台的话 它运用了一个比较全新的一个设计 然后它是用一个传新的一个独立开模的一个形态 来做一个舞台的 这个舞台的话 我们经过这个远见分析 这个逆学结构是比较合理的 然后整体舞台这个 更强的 会有更强一个荷载的一个能力 这个舞台界面的话 它是有55乘以90乘以3.0厚的 比常规的舞台 40乘以7.8乘以1.5毫米厚的 用这个材料是扎高扎宽 它这个荷载能力是更强的 然后整体舞台宽的话 是采用全纽约金航空级别的 这个6061-T6的 然后汉九层 这种铝材的话 它有很高的一个绿学性能 它这个抗拉强度 可以大约等于260兆帕 去腹强度的话 大约等于240兆帕 是完全满足这种高强度 荷载的一个需求 然后这款舞台 它这个边框料 它是采取一个独立的 卡槽一个设计 它可以灵活搭配 不同的一个舞台组合 可以实现多功能的一个场景 就是不同场景的一个应用 可以快速安装搭建 节省一个我们安装情况的 施工工程的一个安装时间 可以达到一个快速安装的效果 然后这款舞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它力驻扎是采用一种 独立的一体驻扎而成的 它不像平常那种舞台 它是柴装饰 它这个是一体驻扎而成的 它有这个 它有这个框料的话 是采用这个内嵌式的一个结构 内嵌式的结构 它是镶在这个舞台框里面的 它整体一个受力荷窄是更强的 而且它会跟这个立柱角 更加贴合受力 使一个舞台整体的 一个安全系数会更高 而且它更加平稳牢固 然后面板的话 是采用18毫米厚的一个防滑面板 这种面板的话 它是高密度的 而且是符合国标的一个舞台 中用的 然后它表面 它具有一个防滑 最有一个防滑是防止人在舞台 上面一个表演滑倒 它是做了一个防滑表面一个处理的 而且具有一个主要耐磨 看仰化的一个特点 这个是Y18款的一个舞台参数 名称的话就是这个由来舞台一个升级款 我们前面会有 第一代的Y14 然后第二代的Y16 这个是第三代的Y18款 然后我们定义这个尺寸的话 是按照1米乘2米乘90高 框 框的高度90高 然后包括 122乘2米44乘90高 材质的话就6061-T6 这个是框 纯框的一个铝油镜材质 然后我们经过有限运分析 电脑模拟的话 在动载这个安全系数 是可以达到750公斤每平米的 然后自重的话 自重也是 采取这个轻量化的一个设计 所以它整理自重 包括面板 也只有35公斤 我们出产一个包装尺寸的话 也是比它原来这个尺寸 只是大了一点点 所以这个对于一个 我们一个 安装 包括运输 都是 都是比较节省的 可以达到快速安装一个效果 毕竟它这个整理自重 都是轻量化的 然后我们这个YC8款舞台的话 它可以搭配 不同的一个 立柱腿来实现一个应用 它可以搭配我们常证的一个 尼尔炸 常证一个 尼尔炸一个搭配应用 这个搭配 也是根据舞台的一个尺寸来搭配 像我们舞台尺寸也是 一米乘两米 一米乘两米 一米乘两米乘四四 像这个尼尔炸一个 配套的话 这里就可以实现 两米乘两米 或者是两米乘四四乘两米乘四 就是通过两张舞台来组合成 组合成一个单元 然后搭建这个尼尔炸舞台 这种就可以实现 这个裤外的 包括是超高舞台 是一个高阔窄的一个情况来使用 另外一个搭配我们常见的一个四腿 四腿的一个折扣来使用 四腿的话 四腿它有一个最大特点 就是它安装是很快捷 而且它腿可以收纳在背面 收纳残起来 它这个一定程度是可以节省到 里面一个运输的一个空间 可以使这个产品 最大块的利用这个空间 包括我们这个仓储 这个是单腿的一个结构 就是把上面的立柱脚替换了 它就可以实现另外一种舞台的一个功能 然后这个 这个是搭配这个我们新的一个腿的一个结构 是插形腿结构 这种腿结构的话 是可以快速的进行一个安装 它这个腿收纳的话 也是比较轻巧 它可以到一定程度上 可以节省这个空间 而且这个腿也可以实现一个调节功能 可以上下调节 包括它底下会有一个锁定销 它可以把销打开 然后就把腿可以进行一个伸缩条件 它不需要其他安装工具来实现这个安装 它直接就通过它本身的部件 就可以安装 不需要额外的一个工具 所以一定程度上对于这个安装 包括施工员的操作 一个专业性是有极大的一个便利性的 这种就使用于我们一个剧场 包括我们一个超高舞台 还有一个超贺载比较重的一个场所 要求比较严格的都可以使用这种 这种一个形式来搭配 然后我们这种舞台腿 就是这个舞台一个安装方式 其实它面框都是同一个面框 只是它这个部件可以灵活 搭配不同结构的一个腿的方式来使用 所以它可以搭配不同类型的 不同产品来使用的 刚才我们也说到 这个腿杂是一体式铸造而成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表看得出来 它这个腿杂是内嵌在舞台框里面 然后通过这个每块螺丝 逼进里面这个压片压柱片 从而来固定这个舞台腿 让它稳固不松脱的 这个结果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个是一个裤栏的一个安装方式 这种舞台框是采用这个卡槽式的 边框是采用卡槽式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裤栏 装在这个卡槽里面 直接快速安装 无需定位 它就是跟我们平常的那种定位 是不一样的 它就直接卡进去 然后通过这个螺丝来拧紧 这个是时间定位的 时间锁紧 它不像我们平常的舞台 要装进去 还要垮块 还要用扳手来拧紧 这样才把这个库栏来锁紧 这种直接卡槽 然后拧这个围块螺丝 就可以实现 所以这种也是减小我们 在施工人员一个工具上的一个使用 它没有太大的一个专业性 它就可以施工了 所以对于我们一个施工人员 包括一个现场安装的人员来说 这种是极大可以提高一个安装效率的 我们这个舞台背面的话 它是用这个面框杂 就是这个位置 用面框杂来进行一个连接 然后实现这两个舞台 一个拼合的连接一个状态 这个也是不需要用任何工具搬手 或者是其他工具来进行连接 就是用工人的一双手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这款舞台的话 它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工具来 就可以实现安装的 可以实现定位的 这个是我们一个组合应用 就是它通过这个连接 然后是进行多组来拼接 组合成这个应用 可实现这个超高型的一个舞台来 通常我们做连接的舞台的话 都是应用库外可能被溃比较多 因为库外的话它实现这种 贺载要高 然后又要超出这个平常我们使用的这个舞台面 通常库外演出的话 我们这个舞台可能会用到2米高 或者3米高这样 所以这种超高的挖 用连接来作为一个支撑柱 然后上面再铺上这个舞台板 这是我们这个Y18款的这个舞台 这个就可以实现这个高贺载 而且是超高型的一个应用 这个就是配到四腿的一个形式 这个可以适合在室内 比如是像 会压或者是一些小型的具员 还是报告厅那种都可以 因为这种的话 它腿直接安装 它这种对承载这个要求 相对不高的 但是它需要这个利用的一个物料 比如像我们这个四腿 它这个四腿是可以收纳在这个舞台背面的 但是你搭配利亚扎的话 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搭配应用 四腿搭配 它是跟利亚扎搭配有一点不一样的 所以它这个腿不同搭配的话 它应用的一个场景 包括它地方也是有所区别的 这个是插腿舞台结构的一个应用 它插腿舞台 它这个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就是它可以间隔性的一个使用 就是它不需要像这个四肢舞台 或者是连着舞台一样 全部把底面铺满 不用把底下全部铺满 它可以采取这种结构 间隔式的 就是前面这里有一个模块 中间间隔这里没有一个 然后这里再有一个模块 以这种结构状态来拼成一个舞台 这种从一定的程度上 它可以节约一定的成本 因为毕竟它底下腿的结构 是没那么多 中间这里是有错开空位的 它腿结构用的不多 而且对于施工安装工人的 安装速度 安装效率也是有所提高 这种是兼备 连着舞台跟这个四肢舞台的 来使用 就是它相当于在这两款舞台的 一个中间值 它可以实现这个高的 也可以实现这个高贺载的 当然我们这款舞台的话 它搭配的应用场景还是挺多的 像这个音乐的演奏的 它可以做成这种看台式的一个形式 像看台式的形式 有这个阶梯感 一高一低 一高一低 它这种就可以体现 它不同一个场所的一个应用搭配 就是它不是单纯的 只是一个很片面的搭一个舞台 在不同场景 它有不同的一个组合 它和应用的场所范围都是很广泛的 像这种搭建这种阶梯型的 最好就是用这个四肢舞台 它这种就是灵活多变的 你可以最矮有这个150高 到第二层有300高 如果你是用这个X型的一个舞台 包括用你那招舞台这种结构 都是不太满足的 只有是用这种四肢舞台的 才可以满足这种状态 这种都是插头 这种都是接梯型的一个舞台 一个结构 包括它这种舞台的话 它可以实现很多一个造型 像这个一样 有一个T型的 E型的一个效果 我们还可以做成一个弧形 包括是 特别有一些飞标型的一个舞台 就是 它不是有一个规则性 规则性的 它有弧形 包括有这个T型 这种 我们这款舞台都是可以实现的 好 这款舞台的话 基本上也介绍了这么多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海选购 这个APA 这个小程序来 可以关注的话 可以里面有更多的 对我们公司一个产品的一个关注 好 谢谢大家 谢谢